百灵鸟是谁啊 啸草是谁啊 老沙 百灵鸟 鸟是谁啊 哎呀 哎呀 周深老师 百灵鸟是你啊 这名副其实 黄河片是且看且珍惜了 这个衍生模式 还有没有下一季都难说 第一季在上周已经完结了 即使录制期数短 新阵容也努力在做节目效果了 在兰州片之后 来到江浙一带录制收官期 不管是科普还是节目 都画上了个圆满的句号 收官期笑点哭点都有 新组合温馨美好 宋雨琪回归了收官期的录制 栏目组也请到了四位新老朋友 参与到节目中来 有自带搞笑的秦潇贤魏大勋 也有意外效果的王庆耀周深 上来首个介绍环节 秦潇贤光是选择位这一块 就好笑的很 既想坐后边不被提问 又想坐前边保险 到了游戏环节 传送带识别题 算是老郭心汤了 考验的就是感觉能力 在首提00后网购中 白鹿与宋雨琪站在传送带前 就一度很懵圈 看得现场嘉宾觉得很有意思 游戏环节承包笑点 最后煽情带来累点 收官期笑点累点都在线 温馨且美好 其中baby和周深自然的互动 算得上是惊喜了 baby与周深用笔记本遮阳 默契地接话 当天录制是在室外的 赶上了太阳很大的时候 成员们坐在烈日底下 答题的时候眼睛都是睁不开的 以baby最明显 他坐在观众席时 手就放在额头上挡住阳光了 在游戏的时候 也是尽量背过身去 与他同样的还有周深 在游戏时把自己抱成一团的是他 下场需要遮阳的也是他 两个同样是怕晒的人 在场下就自然坐在了一起 用同一个笔记本遮阳 期间点评战局 结化默契 不被吐槽反逃喜 周深不愧是 综艺宠儿 baby与周深的距离 要是换作是其他人 绯闻就要开始传了 在新一季跑男正规篇录制完后 baby就曾带着好友 载着游艇出海游玩 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可显微镜网友 观察到后视镜中成员 蔡屈坤的身 由此两人被绯闻 baby被吐槽得严重 好在船上有其他人出面证明 才化解了危机 周深在奔跑吧出现这个场景了 还被凭讨喜 恰恰好证明他为何受栏目组的喜欢 表现不拘束 实力歌手身份不受限制 不用在乎粉圈的部分言论 不管是飞行还是常驻 都是值得邀请的 当然现在周深的节目邀约 已经是排满的状态了 期待他之后的表现 前前的轻吻深深的爱别 你看孤独穿着黑袍 安静站在门口 可惜连他都不愿想我太奇笑 是太过情 只是谈恋窗外 我靠不静 我慢慢的停 雪落下的响影 当不是你 在这 的 结束